在街上讀餐牌都是为数不多 饿我们肯定不喝 小时候会不会拿猪油渣来做菜 还有一些肥肉 味道一口 鱼鸭又是鲸鲸菜馆其中一个 比较受欢迎的菜式 鱼鱼皮那么脆的大肠 这个我要多吃一点 女儿不吃这些 她会不会吃这些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 中山七路 在前面就是泥湾路 现在是差不多5点半 这个数据出来当然先去吃饭 在那附近 龙津路附近 有三间小菜馆是不错的 一个樽樽 一个是莫大毛 一个是我们今晚要去的 十八冲蓝沙 什么菜馆孔牙的名字 我们去到才慢慢讲 交通路线 正前方一路去就是中山八路 正前方一直去不要直行 往右转就去到泥湾路 即是西华路的方向 向左转就已经是龙津路了 一直往前走就是中山八路地铁站 在镜头的后面就是陈家子地铁站 陈家子地铁站是属于一号线 超级多人 又会有八号线 然后再往这些站出来的时候 看到超级多游客 今天还热到爆炸 很多游客 放假的 很多人都趁着今天去 不如我们来到我们要吃饭的餐厅门口 又开了一间新的 烧牌遮遮煲 顺德加厨 这个是新开的 再往前走一点 大概这个位置就是 樽樽 应该叫做饭店 因为这里附近有个叫樽樽菜馆 因为这里附近还有个叫樽樽面馆 当然跟这个不同 再往前走一点就是我们要去那间 那至于为什么不去樽樽呢 其实就是好吃又贵好吃 我们已经去过一次了 除非我们计划去那间 没有位置 其实樽樽都很火爆的 都是很早就满座的 现在是五点半了 去到再说 至于影片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不是说有三间的 在前面往右转还有一间 就叫莫大墓 那里其实都不是很远 就在这里转过去 一百米左右 差不多 那又不止一百米 都一两百米 樽樽坐到出来 我看已经没有位置了 樽樽已经要等位置了 看看 樽樽已经要等位置了 不用想的了 没得想的了 已经等位等到这样 我当然不等了 现在五点半了 神经病的 坐到门口都要吃 是呀 都比较早点时间 这么好吃的吗 不过其实真的挺好吃的 真的挺好吃的 这间都排队了 是呀 十九涌美食都要排队了 这样了 那就是顺德赛了 你看两间 已经排队了 先头我们已经问过了 那边没有位置 两座 打算有位置了 过去问一下 过去问一下 是吗 两个 我买一看的 厉害了 我们就找到位置了 是呀 就坐在户外的 因为这里没有冷气 所以这个是赠品来的 哈哈哈哈 没试过这么大 卖大包 但是这里的东西好吃 所以才坐下 否则的话 送五支我都不错 大家看看 都坐到这样了 还有一张桌是户外的 大家知道 有多受欢迎 在街道独餐牌 都是为数不多 汤我们肯定不喝了 比如说南北杏朱肺菜干汤 种完椒之后 我喝过 不过就不是这个 是莲藕汤 他们的汤是挺好的 莲藕汤 这里这些不说了 汤这些 我当看不到的 还有是粉葛炆花肉 粉葛赤小豆 汤不饮 都给大家说一下 38元一例 这些退湿 还有藕 他们的莲藕是非常之好的 标榜是专门在湖北省 运送过来的 专攻的 上次过时都试过 真是挺好的 我们读一下餐牌 首先 多春鱼炸多春鱼 这些香口东西 我们有另一个选择 是叉烧 不过暂时不考虑 香蕉黄花鱼 香煎黄花鱼43元 码头鱼也有48元 先头我们都想过 追追黄鱼78元一例 下面就有煎爽线 反而煎爽线 煎爽线贵的128元 如果不是看见128元 其实这个我喜欢点 再来就是一些煲仔菜 北海才有煲仔才有 煲仔鱼扣都有 鱼扣不是经常做的 在广州不多 顺德有很多 追生腸 追爽线 煲仔鱼扣都是有的 那些风吹起来 是热的 这本餐牌看完了 我们决定吃什么 果汁猪扣 果汁猪扣 好 白切鸡 霸王红葱头鸡 是不是这个 这还是金牌得心鸡 是一样的 白切鸡 白切鸡之外 还有猪手 猪蜜 这些就不说了 露水猪杂 还有蛋的猪杂 还有这个其实很好吃 炸大肠 几次都想吃 不过老婆就说 吃得太多这些 不是太好 不要了 还有黑沙烧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放进购物车了 还有这个爽鱼皮 我知道都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上次来见到 有不少食客都有点到这个 还有烧鵝 大家设计我上次来 当时是刚刚疫情过了第一阵 第二阵未来的时候 都很多人吃 是的 丹如此还有炖汤 这些人多喝就好了 这些都是看不到的了 通常我们都不喝汤的 还有红烧肉 这个什么 五楼蛋三十八 不算太贵 是吧 还有这个美极鱿鱼桶 上次我都想过 今天就生炒骨炼咕噜肉 这个 这个 果汁猪扒 女儿最喜欢吃这道菜 因为我们要打包一些 回去给她吃的 旁边还有田鸡 椒盐田鸡 他们这种菜式 真的是种类繁多 九套鱼 焗腸 全部都是一些 我们广东 一些比较家常的小菜 几个朋友 聚一聚 在这里喝两杯 就最适合了 清清玩于四十三 总之瘦身说是 不吃了 鱼 吃不吃 不吃 女儿不吃 还有虫子鱼 慢慢焖 那个什么 大戒菜有汤的 有汤不喝汤 捅不捅 你不炒汤 梁瓜牛肉 好吗 二天是吃虫瓜 我们下 炒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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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到了 真是快手 第一个送上来的 就是 乳鴿鱿鱿鱿 是二十八元 一只 接下来 还有半只 白切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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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六十八元 还有这个最想吃的 脆皮大肠 很厉害 脆皮大肠是五十八元 非常幸运地 由于刚刚有光射到来 颜色很漂亮 是的 我从哪里开始吃的 先吃这个 上次我已经想吃了 大家看看 颜色多漂亮 炸到里面的肥膏是没有了 还有这个是酱汁 脆皮大肠 脆皮大肠 它是几乎没有肥膏在里面的 哇 很坏 然后 外皮就像它的名字 脆皮 通常我们吃的脆皮大肠 都会有点点黏 它是几乎没有的 但大肠的肉香味 它也有 是的 刚刚好 盒到好处 这些用来送啤酒 最后我们坐下的时候 不是说 坐在这里 有东西赠送的 要是送可乐 要是送啤酒 我们现在要可乐 刚好黏着两个花生 这个就肥一点 嗯 一样是这么脆 是的 好像乳猪皮 真的 做到乳猪皮那么脆的大肠 这个我要吃多一点 我女儿不吃这些 她吃不吃这些 开始有第一头客 开始看到喊咪叫 叫下一位顾客 现在刚刚够六点 这个真的好 蒙不虚传 很少 很少可以做到这样 老婆刚才试过的 她说都比想象中好 其实他们在这里 不是以白切鸡 作为一个卖点 反而是烧鵝 或者那些 粘煲 大肠这些 就是她卖点的 另外两个白饭 麻烦 作为一间粤菜餐馆 他们的白切鸡 又行不行 白切鸡 可以的粤菜餐馆 就不会太差 是不是呢 最后这个菜心软了上来 这个会不会是猪油渣来的呢 似是 以前小时候 我妈妈炒菜心 都会放猪油渣 放猪油渣的菜心 特别好吃 这个挺好的 放猪油渣炒的菜 至于老婆说鸡好 我差点忘记了 试一下鸡 鸡皮很滑 肉都爽脆的 这一块最滑 这一块最滑 是吗 试一下这一块 我这一块鸡翼 这个位置 不滑得难 是的 鸡翼想不滑得难 餐餐都吃鸡 早两天我们去韦州 吃那个烧鸡 吃完烧鸡 第二天又吃烧鸡 那一块烧鸡吃不完 今早早餐 继续吃烧鸡 很滑的 除了刚才我吃过那一块以外 其实大多数都是熟成度比较高 这一块最好 怎样这个 试一下这个 这一块煮得好吃 这一块煮得好吃 对呀 这一块煮得好吃 就很滑的 它们的鸡 它们的鸡 不是那种 很有咬口的 骨头是硬的 火候控制得挺好的 不粗的 不会很实的 最主要的皮够爽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这个 煮得像乳猪皮那样的炸大肠 试一下这个是不是猪油渣 是猪油渣 但是不算净脆的那种 你小时候会用猪油渣做菜 还有一些肥肉在这里 未炸透 是不要炸到那么透的 对的 有些炒 通菜油墨菜 还会放 那个叫做 叫做什么 豆豉鲫鱼 它更好吃 但是这个呢 就要配 就是猪油渣 它还要是菜脯 还有菜脯 就是那些咸粒 下了猪油渣之后 没有了那些菜的臭腥味 滑多滑少也有 下了之后完全没有 嗯 接下来试试乳鸽了 因为我的手已经清洁过了 哎呦 下手吃乳鸽 没想到用刀叉了吗 没想到 还有我已经听见 部长在那里叫 坐外面还有没有人坐 有立刻有位 接着 立刻有人认它 还有可乐菜 乳鸽又是他们 这个瓶瓶菜馆其中一个 比较受欢迎的菜式来的 我们上次吃过一次 今次再吃 是 上次差不多水准 都是保持上次的水准 还有我们上次 或者说疫情期间 有很多人刚刚好 又有点未好 我们都看到当时 很多人在餐厅里面 打包乳鸽花 也挺慢慢探 还有现在 港洲的旅游业畅旺 先后我们坐地铁来 不是说在城街市 见到很多人 又有旅游巴 又有旅游巴在惠州来 地铁全部都是人 坐升级 都要排队那种 然后 所以大家回到广州游玩 一定是要做的 先后 先后我看 社交媒体有的观众 就跟着我推介去吃东西 它是去那间 都是类似小店 比这间还要小的 它说 都是粤菜馆 在华桂路那里的 叫什么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 寿司鸡 观众就说 推介亲戚朋友过去试过非常之好 他自己又再试一次 试完之后 等了两个小时 多好吃都没用了 一定要早 搞清楚一些餐馆的减充开门 通常都是5点钟开门的 有极个别5点半 好像这些这么爆棚的 其实你4点钟来到 它都会让你进去坐 早点来才能吃到这些好食物 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路 都是 新开的那间好像未满座 或者等于我们经过都已经满座 后边的19涌也是 我们进去问过 两个有没有位置 最爆棚的地方 最好是这间 最多人都是这间 我说继续吃月鸡 现在比较高 28元来月 是吧 是吧 划算了 是 有这样的出品 这样的价格 怪不得这么多人打包 中山有时候都会踩到 广州 如果做得比较好的 其实比中山好 不同说白痴鸡 只有在广州才吃得到 皮都是很脆的 挺亮 它的乳鸽皮 像我们上次在煲煲店 吃到那种 外面是很脆的 但里面是更多汁的这种鱼鸡 它没有那个那么干身的 没有那个那么咸的 就多汁一点的 可能广州人不喜欢吃饱汁一点的 好吃这个 它的油呢 在下边之后 点了菜鱼 超好吃 真的 还有鸡也是 鸡的姜葱也很好 都很好 这种很脆的 这种我最喜欢吃的 是吗 那你吃的 你吃的 既然是这样 又跟大家讲讲交通路线 大概是什么位置呢 从这个地图看到 在我这里走过去公寿里 就是三分钟 就是上次打台风 帮观众找屋在里面 但是又找不到那里 再来 再走那些 已经是荔枝湾游船码头了 在这里坐船 50元左右 就可以去到永庆坊 当然是不会坐的 然后 在这里的仁威庙 也是很近的 基本上 荔湾区的景点 最好的景点 都在这里附近 永庆坊 陈家子 荔湾湖 如果来这里 最近的地铁站 就是陈家子地铁站 或者中山伯地铁站 在这里走到陈家子的话 你在这里沿着龙津路一直走 再往前走一点 就已经是龙津路市场了 穿过去土兴行 这里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就是土兴行 穿过去 已经是地铁站 大概12-13分钟左右 就会到 至于去中山伯路地铁站 相对都比较容易 在我后面的方向 这样一路穿过去 一方面你可以走回中山七路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经过半塘路 就是我们去灵际奶粉 穿过去中山伯路地铁站 只需要14分钟 这里就刚好在两个地铁站中间 通常如果是游玩的话 我建议你们 由陈家子站出来 先走到陈家子 再过来这边吃东西 如果走过陈家子 没什么兴趣的 喜欢先走荔湾湖的 那就先是中山伯路地铁站 会比较好 好了我慢慢吃了 吃饱之后 又做一件很久都没有做的事 就是去龙津道市场买菜 吃完就走了 因为天黑了 最终我们就买了单 看看206元 也有大量打包给女儿的 这些包包呢 对于是食物包 有观众就说 万宝其实不怕的 我们会拿回双垃圾的 再来呢 还有两个大包送 真是不得知了 7点 是吧 我不知道 总之有了送 老板宁愿翻桌 真是很火爆 短短这条路 这三间是最厉害的 就是在卖马蹄糕旁 卖马蹄糕旁 可以买完马蹄糕 再吃个炸猪大肠 卖马蹄糕 都是他们最招牌的菜式 只不过我们近期吃得太多了 冬天一定要吃冬天 哇 吃完那个人很暖 果汁猪排 果汁猪排 还有煎两面黄 坐在我们后面的几个年轻人 四个人点了六个葱 哇 几个人 还有最初我都以为他们 因为我经常想着 我记得他们的菜 那个份量是很小的 但是上到来 大家都看到了 刚才 只有翠比大昌 比较小 但其实那些应该是这样的份量 再来这里 就已经是欣州四行 甚至连这间我们的避选 都坐到这样 这个顺德家厨家常菜 是的 又是那一句 笑我都经常说的 在广州的老城 是的 在德丽湾区 立足得到 就有一定份量的 就算是吃辣菜也是这样说的 我说的真是 网红店也是这样说的 不过始终都是那句 真的一定要做的 有时候 你太热门的时候 去到可能厨房出品 可能有些起伏 也是很正常的 早点拿一位会好的 废话少说 我们现在去龙津路市场买菜 我们经过这个 雅清它叫屎坑粉的 好像叫家家面馆 我不是记得名字了 很厉害它们 8月份休息 9月份开档 这里又是其中一间 在这里附近吃的 牛腩河粉是比较好的 但是有个小遗憾 就是不是用餐环境不好 始终它排污不是 不是想到完善 它是会用一个环保交口给你吃的 就是这种失息 其他一切都好 还有价钱不算算算便宜 那就仅此而易 但有一点很有趣 大家如果真的想回来吃这个 又要说了三个字 试坑粉的 一定要较好时间 它会随机地 突然间有一个月休息 一个月是休息 不是休息两天 不是休息星期一 是一个月 现在刚刚开始休息了几天 老板 8月份整个月都休息 到9月1日才开工 当然是去旅游 做不辛苦做什么 又不是打算博上市 当然了 这些就是会享受人生 我们又回到华桂路 趁现在天尾刻 我们快去买几条菜 刚才我们有想过 不如先买菜先去吃饭 现在回过头一看 证明去吃饭 是对的 是非常适合的 如果现在才去旅游的话 我想难点了 我刚才听到 我们不是说六点半去到的 大概是 不是 我们是六点钟去到的 五点半去到 五点半去到 六点半才可以 要等一个小时才吃 如果是不坐那个位置 又来到龙津路市场 为什么这样 我们一次来一次比一次冷清的 都不关事 可能今天星期六 可能跟亲戚朋友出去吃饭 你看 以往两边都摆满的 对吧 或者会不会有特价的东西 我们试试一下 这个还要做什么 这个没理由做电梯 可以知道还有猪肉 但是晚上 还是买猪肉 这些晚上的 10万年有个雪柜 都可以的 没有雪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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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部位 老板 这是雪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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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腿 这是前腿 这两个 这是前腿 这是后腿 这是后腿 这是大腿 这是大腿 这些是大腿 这些可能是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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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这些 剩下这些 剩下这些 全部剩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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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这些 没有什么肉 我们都真的没试过 这么晚来到龙津路市场 以前我们很喜欢什么 专门等到市场 收工去买 我们又试过在沙苑 是这样做 又试过 长寿路都好像是试过 这样做的 现在就少了 因为 始终真的太热了 没有以前这么熬 还有以前 那时候 疫情期间 没有那么多人 现在 就很多人去了餐厅吃东西 所以市场 又没有那么早有特价 先头我们都问过 还有猪肉的老板 他说如果到冬天 就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价值 夏天 那些猪肉 自然是 到了下午 没有卖 还有我们看到它的冰柜 我们才去买 我们又看到龙眼 13元2斤 我们看到是20元5斤 还是10元5斤 我都不记得了 很夸张 2元1斤 所以我们都不买 家里还没吃完 还有很多番茄 2元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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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看都没看 就走了到洪福这里 或者洪福这里更便宜 事实上 在附近买蔬菜 真的是这里最便宜的 一来我们就来这一档 买折瓜 这些很漂亮 七星折瓜 看一些毛 它之前有些用一些报纸包住 没有卖那么大的 再晚点来 菜都没有卖 平时 这里迫都迫不进来 现在过了卖菜最旺的时候 很多熟的菜饭都收工了 还有 丝瓜 走了没两步 我们又看到丝瓜 又是这个 这里用了2元 是的 你拿来 这个帅哥 打算买薯仔 老实在收工 这里还有番茄 一堆一堆 没够收工 原来菜饭都会收工 那当然 因为买菜是有时效的 再晚点 难道你做到九点长吗 对不对 我都没试过这样走 熔春路市场 是可以见到这么容易走得过的 平时在这个位置 摄影机都拿不到出来 但是给它来有很多 这些药物 是有些人 是有些人 又有些人 在这种药物 这些药物 在这种药物 是有些人 的药物 也不可 在这种药物 里面 我们买完菜出来,真的有很多菜饭都收到 包括卖虾,这边卖水果已经清货中 前面一箱箱已经在收拾 因为他们很早收货 所以现在回来吃饭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菜饭来说,真的很晚 有些收获是真便宜的龙春露市场 一直都是这么便宜 现在到了这个时段就更便宜 还有大家刚才看到我特意提示 就是人家也是有付现金的 不会没有现金的 当然给微信支付当然方便得多 已经有抽茄买了 这些这么长一条条 像这些长的辣椒就是抽茄 你知不知道怎样煮吗 怎样煮 我以前,我妈就同学这样煮 就是将它割了花 割花,然后整条放在饭面 然后饭面上是豉油油 这样一起蒸熟 然后抽茄一碟,豉油熟油 对呀,弄烂它 拌入饭中 不用 就是这样已经够好 抽茄吧 明白 现在刚刚够7点 那些卖云吞的报道都关门了 看来下次我们来龙津路市场 都真的要早 不过今天也算很早 如果刚才去那里吃饭了 大家观众很想去 真的听不明白我说交通路市是怎样的 其实就是我现在走着这条路 往我身后边的方向一路走过去 大概十分钟左右就会到 中间就会经过先头我们说的 四项粉 和消防局各种的 如果在前面一直往前走 转左 就已经是陈家子地铁站了 就是面前这边转左 陈家子地铁站 往右转就是文昌北 原来进了夜的龙津路是这样的 我从今天那里提过 确实我是很少那麼晚上来到 我从今天夜马上去到 也显得更古旧 我们每一次经过都要看看这间屋 就算我频道未开始之前都是这样 这些旗楼 原来上边还有人住 左手边这里是非常现代化 立体停车场以前的烟厂 在前边一直往前行 就是龙津崩路 那边有很多餐厅 但我们今天不是那里坐地铁 在前边往左转 就可以经过细和街就可以过得到 在这里附近有很多餐厅 在前边往右转 又有以前的金龙船 就是我们上次去吃 一只鱼鴿鱼一来烧鵝那里 所以有很多观众问我们 究竟回到来广州怎样游玩 我们无非推占几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面前在这里附近 可以去吃鸡 可以去一些粤菜的菜馆 只要你一定要做就可以了 坐得又有舒服 第二个当然是北京路 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商圈 就是在天河城 那里就商场居多 没有那么多 我们来到这种老街道的感觉 如果来到这里想吃鸡 又有这个也是不错的 吃鸡专门店 这个是徽兆 这间也是要早 但没有先头那两间 那么不得知了 那么得人惊 都是有位 都是要等 晚了就没位 又是竹鸡集团旗下的 它们的鸡也是挺好的 专用150天清远走地鸡 就是这里了 至于左边这里就是大门鼎鼎的烟厂 现在是葬秀宗 至于这个立体停车 停车场 还在建 很难停车 是的 老城区最难的停车 因为你不跟有地下车裤 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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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地铁站 我们都想过 今天开车过来 我都很熟悉 只有几个停车位 一个就是我现在左边这里了 但是这里 阿sir会抄牌 第二个就是先头 我们到华桂路 华桂路那个口 不是 是文昌北那个口 那里还有一个停车场 但是不知多少钱 如果懂路的 在这里一路走出去 就已经是陈家子地铁站了 如果不懂路的 就好像先头那样 继续往前走转 都是陈家子地铁站 不过当然 那里就会比较远 这里也有很多这些小饵店 但是就 没有像我们先头那样 通常这些小饵店 都是我早上自己一个人 过来拍摄 喜欢来这些 这些老字号 通常如果跟老婆 又或者 跟女儿 就会去先头那些 当我们穿过世通街 世和街之后 一步之路出回来 这里就已经是匡黄路了 在这个方向一路走过去 就已经是上下九博人街了 其实挺方便 不过当然 走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都不接近的 于镜头正前方 这路过去 就已经是地铁站了 陈家子地铁站 我们过去坐地铁 前面打横的路 就是中山七路 往右转 就可以去到北京路 不过如果大家 打算用脚走 就真的大可不必 有一个建议给大家 就是坐电车 有哪个电车 或者电车 两元这么大把 就可以去得到北京路 试试坐班士 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还有时间 跟你坐地铁 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 可以去得到中山五路的巴士 都可以去到北京路 你可以问一下司机哥哥 都可以的 他会搭你的 再来 这里 就是我们经常去的 又一间茶点圈 去过两次 都是大排长龙那种 排到你害怕那种 是呀 弄烟厂叫做公园式穹顶 起了这么好的名字 立体皆磨 彩光穹顶加盖 都可以做好一点 例外区旅行业 是没错的 这是陈家子地站的 一号线八号线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一号线 可以去到东站 广州东站 应该香港观众很熟 这些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 教心 即是石井的方向 万胜围 大概是黄埔古港的方向 至于面前 大家是否见到一部 电车红色的经过 我先头就是说这一款 可以坐在这里 坐几天站 去北京路 都是不错的 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一款 应该是10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都可以的 你上车之前 看看就可以了 我刚才慢慢说 现在累人而旺 你看 玩够吃够 回酒店 或者回家的人 多多 尤其现在地铁 越来越远 他们可能是住得很远的 广州人 也不奇怪 带着小朋友来放暑假 好了 今天的影片 都到这里为止 这个体验是很刺激的 坐在路边 就可以吃到一餐 这么漂亮的鱼菜 各位观众 下集结束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